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播放清单的一些设定 那在YouTube的影片其实它预设是没有系统 如果你希望有系统,我们都会把它做成什么,叫播放清单 像是播放清单呢,我录了290个教学影片 那Squatch S-Mine的新日会图 透过这个才是有次序的 其实如果是以公司的角度来讲,也许应该把各类产品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每类产品的教学影片都放了一个各类新播放清单会比较好 那接下来就上转了,譬如说 我等一下录制的影片要放在Wordpress的网站,食物教学这个里面 那在录制影片的时候,上转影片它会要求你打一些关键字 那既然叫做Wordpress其实都一样,你可以在这边做设定,在哪里呢 我们这边再回到YouTube首页来好了 这边再啰嗦一下,第一个进到YouTube 这是大家的YouTube,那接下来点账号这里才会进到你个人的YouTube工作室 就进到刚刚的画面来 只要跟Google注册一个账号 容量没有上限,完全不用钱 接下来你下一个动作应该要建立播放清单 那播放清单上传影片 今天我要介绍的都是跟Wordpress相关 那我希望每个影片呢,如果使用者在这里输入Wordpress可能可以找得到 那这关键字呢,搜寻的关键字你可以打很多 那每个都要打很多怎么办呢,你可以在这里做修改 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 设定 设定 就才有分红的机制 一般来说100万瀏览人次大概3万多块吧 算嘛是这样 如果你有勾选广告的时候 你的YouTube,你的点阅人次很高 他会分红给你 一般大概是100万人次大概3万多 好,来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个来频道,这边看一下台湾嘛 那这边呢 第二个选项进阶设定 你要不要把它打造成这个 像我就懒得勾啦 虽然我的东西小朋友来看也OK 但是我预设就选这个 如果你没勾选这个,他每个都会问你哦 如果没有勾选这个的话 四额儿童你可以勾选 这个我针对这个 我每个都问你,这觉得有点麻烦 要不要选一个什么订阅人数 这些都你可以那个的 这个可以来改 接下来 功能使用资格 启用 预设上传影片 播放清单这些 那这边都是可以做修改的这个 这边你再微瞄一下 玩掉都知道,不就一个一个看吗 那像这个 上传超过数分钟是怎样 有时候他需要验证完 才能超过数分钟 我已经验证过了 所以其实 玩Google账号,手机一定要带着来 我现在点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三个标签,对不对 这是大类别 那接下来 上传的预设设定 这地方因为每个影片都不一样 所以不会改 但是我会在这里打我的名字 我希望每个影片呢 打名字 打公式名字 打关键都可以 你只要打在这里呢 每个影片的说明自动会加进来 就不用一个给做 每个影片因为不同 所以这里我们不打 但是这个地方 说明我会去加它 那接下来 这个影片预设传上去 你要不要给谁看 假设说老师 这是我私人的影片 如果选私人影片 这叫预设值 那传上去每个影片 预设值都不公开 这里叫做整体设定的概念 老师我的影片是要公开的 那如果选不公开呢 这私人只有你自己能看 那不公开 网路上也找不到 但是呢 如果有网址 给朋友他就可以看 比如说家庭影片 你不想分享给家人 只想给家人 都要设不公开 那我的影片设公开 那关键是在这里打 打Wordpress网址 就点一个 那接下来呢 网页编辑也可以 爱打多少 就打多少 但是你也不要打一些 不相干的啦 网页编辑 对不对 多了一条斜线 这就是 设计啦 这就是关键字 打跟你相关的主题 它预设会进来 那在今天设定上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台湾的影片 对不对 要不要有字幕 怎么认证的 不过其实如果你讲英文 它可以翻 自动可以翻个国语言 中文就没办法 所以有些人他也会设计一些字幕 然后上传 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来 接下来权限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拥有 拥有者是我 还可以邀请其他人来做管理 谁在帮你一起管 如果这是公司的频道 我这个地方 我给谁让一起来 让他一起来上传 这个来做整理 这边是还好 这个 自动筛选 我们倒没弄 权限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来 我再看有个地方 我没有改到 等我一下 功能使用资格 上传预设置 进阶 那这边我刚提一下 这梦的点 来 如果你的影片 愿意分享给所有人 做后续修改的话 就在上传预设置这里 你可以把它创成创作兮兮 这是全世界的语言 因为现在 智慧产权限 其实越来越重要 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任何一个作品 只要被产生出来 都受到保护 如果你能够举证 这是我做的 别人用你 都可以告诉他 不需要登记 不需要登记 不用说去哪里登记 只要在这篇文章 这个影片 这个音乐 任何一个作品被创造出来 他都受到保护 那以前就跟他讲说 如果说你要 取得这个人童要写什么 写一封email去跟他联系 就太麻烦了 他得回复 如果每个人都联系 我不是烦死了吗 后来全世界就有个组织 你只要说 我宣告为 我的作品是 用创用息息授权 那就是免费公开 给别人用的意思 那创用息息当然还有些条文 比如说 你必须把我名字加进去 但是基本上就是免费授权给他是 最主要精神 你也不用再来通知我了 也不用问我了 所以这个 这叫创用息息的概念 所以你在 任何 只要看到任何作品 文字 音乐 影片 通通都算 各式各样的 发表通通都算 只要符合创用息息表示 他的东西 愿意跟别人分享 这类别这边 你可以选 我像我这属于教育类 这边就可以选择 让别人的受信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是 YouTube在上传之前 你要做的一些设定的地方 就在这里 这个 有些设定的地方 有一点 我可以誣用时